说外卖小哥每天是穿大街走小巷 风里来 雨里去 极大的方便了咱们的生活 可是也有那个别的外卖小哥 就像下面这位 那心眼子太多呀 那想法 那做法不咋低 大哥去买尿不湿 问他型号 啥也不知 我听着 我听着 别这么说 我听着说 所有的你这种 我的意思是说是 一包我再挣他两包 我也挣他两包 我是给他来的 原来 大哥不仅是大哥 还是跑腿小哥 为了多挣点钱 想让店主提高价格 我不耐心你 我觉得你这人太怪了 你走吧 我觉得你挣了你跑腿该挣的钱 这就可以了 如果你想再多挣钱 你可以跟买家说 在疫情期间 我冒着感染的风险 出来给你买货 你需要给我加一定的比例 可以 但是你不能去骗人 对吧 耿直店主 坚决不卖 跑腿小哥碰个钉子 送你俩字 活该 我卖39块9的东西 你骗人说我卖59 你这么一说 我感觉我都跟你一块在骗人 跟你一块在作恶 所以我不卖给你这个东西 因为我就是做我自己 我自己只要知道 我自己没坑人就行了 我挣我该挣的钱就可以了 我们大家也是 遇到事了不要去怕事 我们可以不去去帮助别人 但是我们也不要去作恶 同时也不要去帮助作恶的人 去做这种事 这是一个二十块钱把自己脸卖了的真身 为了二十块钱动起了这心思 撒瓜俩早事小 不光是自己的脸丢了 也给外卖小哥这样的群体抹了黑 不卖 贵贱不卖你 该说不说这店主是威武霸气 挣该挣的钱 漂亮 接着说 说说咱们丹东的特产 草莓 要说起这丹东的九九草莓 那品质 那口感 在全国市场上都是首屈一指 众所公认的好 可就是因为太出名了 有人就发现 这网上不少草莓 都打着丹东九九草莓的旗号在销售 这玩意靠谱吗 是许多的草莓 丹东草莓火遍全国 想买一盒过程波折 不是草莓不好买 只因产地四大海 最近很多网友网购的丹东草莓 发货地点居然是江苏 难不成丹东草莓还有外甥亲戚 我未送 是我家 你送那上个月发了三万多 三万多的 所以大爷也从我这发 也从您这发 天方上 淘火什么还挺靠钱的 好多的他也发不上头的 只知道他发了几万的 几万的 就光这个月 上个月 12月 这位购销中心负责人口中所说的两个店铺 那可都是天猫水果的头部店家 那都是大户 不过这两位大户所卖的丹东草莓 可藏着不少的猫腻 这是您的 您不认识的话 您看不出口感上面没区别 口感 您就赶不上叶子 然后这两个就是都比丹东草莓有差一点 您要比正中的丹东草莓有差一点 把草莓卖给当地的经销商 而刚刚这家电商草莓购销中心的草莓 大多数都是从这些农户手中买来的 那就是我们的质量 我们发出来的质量就是那样的 但是您要敢说 我这个就是丹东的 从网络上搜索这家购销中心所供应的两家店铺的草莓产品 都名为丹东九九牛奶草莓 大红盐奶油草莓 其中福瑞达的草莓产品 在淘宝的草莓热销榜位列第二 销售相加超过十万单 果未送的丹东草莓 则是淘宝草莓回购榜第十 单款销售两万家 可当网友下单丹东草莓之后 却发现发货地竟然是江苏 咱们的丹东九九草莓 这可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说白了 只有产自丹东的九九草莓 才能叫丹东九九 你看这些人叫卖的时候 口口声声说是丹东草莓 可是一看这发货地 写的是江苏 这不就属于是挂着羊头卖狗肉吗 来解释 你给我个完美的解释 要说解释 人家店家还振振有词呢 想从产地找漏洞 证据都能给提供 面对质疑 两家店铺都说 网店是从丹东 先把草莓运到包括江苏在内的 全国各分仓 然后再配送到各地的顾客手中 而且两家店铺还都出示了授权函 这名店铺卖的就是正宗 丹东红颜九九草莓 每能给你提供的东西 就是一个发货证明 帮你们造假 帮我给你 从网店提供的授权函上 借着在丹东找到了果未送的供货授权方 东港市千寻果书合作社 然而合作社的负责人却表示 授权书是朋友向他要的 自己也遇到了消费者维权 另外 这些合作的模式是由他们从丹东当地直接代发草莓 而不是转运到江苏在二二四配送的 平时其实我做电商 但是这些东西我们正常都是从当地就走了 就从丹东就走 对对对 我们都是从丹东走的 富瑞达泰是从丹东走的呀 他是直接从丹东直接走的 他不是拉拿拿 我拿了您的授权 你怎么来监督我呢 我们正常都没什么监督 两家店铺的套路真是一山更比一山高 拿到了丹东授权 却不从丹东发货 而作为逃跑天猫的头部旗舰店 富瑞达的操作那更是奇特 物流信息上写的草莓分解营业点里 更是一个草莓都没有 富瑞达的从头不是在我 高铁站发的不是在这儿发的 那个车马上有发的 他不是说在你这里 这些产自江苏的草莓发出去 之后就摇身一变 被说成了是丹东草莓 这不鱼木混猪 离猫换太子吗 那么为啥明明产自徐州的草莓 非要帮上丹东草莓 很显然就是因为 咱们丹东草莓名气大 品质好 说实话 这光看外表 就算是尝的都未必能尝得出来 俗话说 一分价钱一分货 另外 咱们外行可能不太会 区分两种草莓的差别 但是在丹东果农的眼里 这两者之间那差别大了去了 我们一看 他那个丹东九九包 它籽比较深 然后呢 你看看这个甲的吧 它籽比较浅 甲的九州呢 咬开看里面是白的 我们丹东九州 咬开那里面是红的 使得丹东九九呢 有点嘎蹦脆的感觉 然后酸酸的 这个你吃呢 比较糯的感觉 没有什么味道 农业部相关实验室 用DUS测试法 将淘宝天猫网购的 福瑞达果味松旗舰店 江苏发货的 丹东红颜九九草莓 与来源丹东的红颜草莓 进行了对比 结果显示 福瑞达的草莓样品 与丹东东港草莓 不是同一品种 而果味松的草莓 甚至连检测基本标准都达不到 同一合理的草莓 品种有好几个 非常的撒乱 那都是假的 基本上就拿妙祥 顶替的 调果性品 雷似于 这个 旧旧的草莓果 它真正的丹东 丹东的占比 它真的不高 因为它的产区就这么多 它毕竟它的产量 就是那一点点产量 我说全国都从丹东发 你把它发八年都不够发的 因为这是不会当日子 可以给你看一下你大理性货 行 因为毛重三斤 净果二斤2.6 然后成本就是 18.6 然后我们购买价 加三块钱 给你发出一件 你们就是结算61.6 61.6 而在当地街头水果店看到 草莓大果23.8一斤 三斤大果71.4元 也就是说消费者是多花了一倍的价钱 但最后买到的还不是本尊 是写单东草莓 但是我看它那产品页面上都会写着 全国分仓发货 对对对 这样的基本上都是假 为什么呢 你就算它的时间和成本 它就不可能要要比这个 从产地直发要有优势 对吧 它为什么要搞分仓发货 要搞分仓发货 唯一的优势就是用当地的那块草莓 它所分仓的地方都是当地产草莓的地方 只要敢说江苏草莓就能变成丹东草莓 就连丹东草莓的授权也可以轻易拿到 大伙以后买的时候可得谨慎注意 不是我们本地的企业外卖的企业 我们会慎重考虑的一个事情 合着这个开肯定不认可 合着这个开那自己想怎么开就怎么开 要是认真对比后发现 其实咱们丹东原产的九九草莓 跟其他的对产草莓 还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咱们丹东九九草莓是圆锥形的 厄片平整 外表颜色橙红 种子表面凹面 切开之后 果肉的随心也是橙红色 另外如果网购发货地不在丹东 那爆雷的信数也是相当大 我估计很多老铁可能都不知道 说为啥叫九九草莓 咱们丹东主要种植的品种是红颜草莓 它是1999年从国外引进的品种 所以说叫九九草莓 长知识了 原来这九九草莓是这么来的 另外丹东东港这个地儿 它处的位置是北纬40度 这属于对于草莓来说 那是属于黄金种植带 而且有着系统的种植技术 管理技术 所以说产出来的草莓才格外的香甜 买的时候可得当心 这鱼木混猪一家乱真 咱们也提醒那些无良商家 打着咱们丹东九九草莓的旗号 挂羊头卖狗肉的 你们都收收 相关部门也已经加大了整治力度 另外各位老铁 咱们买草莓的时候也得多个心眼 你别花了大价钱买了冒牌货